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对cos或者sin展开来 假如说它的周起是2π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 假设我们的周起是2L OK 我们可以这个样子 那有些时候我们发觉 我们未必要写成sin跟cos的形式 因为当这两个一相加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从U类equation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到负变的一个空间 那么在负变空间呢 它这个0啊或是AN啊或BN可以整体的整合起来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为 三分选n等于负的无穷大到正的无穷大 记住它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这从1到无穷大 这边从负的无穷大开始 我们写成cninx 假设这个是p等2π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或者假设p等1 2L的呢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写成为 类似这样 OK 我们都可以选择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展开来 让我们要得到了这个information 可以更加的一个清楚 OK 当然这里面呢 有几个重点我们每次都会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展开来 今天呢我们针对的是一个周期是2π的 假设你这个周期不是2π你怎么办 假设它是3π呢 假设呢一开始它就是 这个是2L 假设我不是 我根本不是长度也不是什么X 我是个什么单位 我能不能同样的来做 可以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边2π呢 按照我们这样子写的方式呢 它的编排方式好像是怎么样 它是个对称它是从2π到正π 我可不可以从0到2π 我可不可以从2π到到哪边 到1又2分之1π 可以啊 不不不是1又2π 2又2分之1π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做都可以 所以各位要学会应变 总之一个周期性函数 我们就可以对它展开来 那么一旦展开来之后 剩下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等号一定要成立嘛 所以你这个方讯本身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这个等号要成立之后 右边也要有限制 那么这样一来就变成 我们每一个系数怎么求 那系数怎么求 我们都用到正交的概念 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 对不对 我们说今天那是我们 几乎最后一次讲副利液的 因为下礼拜开始 我要开始讲PDE 那么那个时候正交的概念 就重要的概念 就全部都到位 OK 我们怎么利用正交的概念 来解决掉很多问题 这边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解决常数 PDE也是怎么解决常数 OK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 剩下的就第一个问题了 那A0等于什么 我们说过Sine Cosine 你对一个周期的积分 假设单独自己一个 对它的周期的整数被积分 它得到的结果就是0 所以我们直接对它积完分之后 你很快的 就会 得到这样子 我们对这整个式子积分 左边对Fx积分 右边对这整个的积分 这整个积分只有第一个式子 不等于0 除非A0等于0 对不对 A0是常数提出来 那剩下的只是整个周期积分 就是二排了 那这边任何的积分 通常都等于0 因为Sine的积分等于0 Cosine的积分等于0 那Sine里面每一项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只得到第一项剩下来 一位之后就算出来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各位可以把它写成2L分之一 OK 抱歉 这边负π到正π 负L到正L OK 那An怎么算 An怎么算 An我们的算法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这个 我们希望其他项呢 经过一个处理之后 就通通变成0 那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这边乘上一个Cosine的MX 比如说我对Am的这一项感兴趣 其他项都不感兴趣 我就乘上Cosine的MX 这一乘上去之后呢 乘完之后我再积分 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这边乘上Cosine的MX 是不是A0MX 那Cosine的积分 单独一个Cosine的积分 一定等于0嘛 所以这一项也不见了 这一项呢就要保留啦 因为Fx不等于0 对不对 那Sine跟Cosine呢 两个乘起来的积分呢 剩下这边就是两个Cosine相乘啊 之后的积分 那么这个时候 它里面的系数一定要一样 才不会等于0 当它两个系数不一样的时候 就一定等于0 那因为我们刚刚称的是M项 DM的CosineM 那么这边呢 每一项呢都随着N在改变 只有N一直变一直变 变到DM的那一项留下来 那一项不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解到那一项 对不对 所以呢就相当AN 你把它写成AM也可以 那么你很快就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OK 那么或者呢 在另外一个状态下面呢 OK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先前的 对不对 那BN呢 一样 BN只是乘上Sine而已 所以我就不写了 再来呢 CN呢 CN也是一样 当你做完之后 你发觉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请各位看看 OK 那这个形式跟上面的形式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仔细看哦 本来在这个形式上面的时候 它有A0 有AN 有BN 当你换到负变之后呢 它只剩下一个西数叫CN 而且N呢 可以从负的一直变 变到正的 所以它涵盖负向 还有N等于0的这一项 就好像它一样 以涵盖正向 就好像后面这些一样 OK 那这个时候的CN呢 它基本上前面是2π分之1 而不是像这边讲 AN有2π A0是2π AN就是π分之1 上下线还是一样 因为它本身是2π的函数 然后呢 这边是写exponential -I NX 这个NX 假设以2π来讲 是不是大家都是NX 对不对 那 这个 另外一个呢 可以写成了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西数呢 就可以全部求出来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 假设我的函数 并不是一个periodic function 假设不是 就好像上次举的一个例子一样 假设这边有个perce 然后这边是无穷源 请问一下 你怎么展开来 那我们上次我们的想法是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就先从先建构一个周期性函数 当然这边也是一样 对不对 重点是 中间这段我让它重复 然后我让它一再来重复 之后我们怎么做 这个呢 它是不是周期性函数 是啊 因为我们这一切就可以切出 这边就是它的周期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full series 把它展开来 但是我们要的是它 所以我们紧接一个办法是说怎么样 假设这边呢 是代表说这边是L 这边是负L 然后我将L啊 把它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拉开一点 比如说这个还是不动 然后继续拉开来 拉到五穷远不就变成它了吗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一招的方式 只是你一个Limit 你要执行一个Limit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问题 你在哪边执行 你自信吗 完全展开来之后 才执行Limit呢 还是在展开的过程当中的中间某一段 就执行Limit 因为这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我们发觉其中一个方法呢 得不到一个解答 因为它会得到发散的 它绝对不应当发散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跟原来要求不发散的状况下面的解释 是一样的解 我们发觉要在中间的地方 就开始执行Limit 这一执行之后呢 发觉很难做 我们必须帮眼光跳脱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这整个呢 很快的 它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类似 你有两个 好像我们原本的一样 这边是一个AX ANcosnx 加上BNsinnx 这边也有点类似 A一个系数乘上个cos 加上个B一个系数乘上个side 这边是submission 但是换到这边之后 因为这个趋劲无穷大 submission前面加个趋劲无穷大 就是类似积分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就要从里呢 积到无穷大 DiOmega 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是展开了 而是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积分的一个转换 那么其中呢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 用积分的形式来表示 那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 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这样子写起来好像 也还不错了 但是我们上一次发觉 它唯一的好处只是说 对某些函数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 它一个积分的值而已 这积分值用平常方法来做 好像不容易 但在这边却可以很容易 得到一个积分值 但是你也只能够靠运气靠运气 哪一天得到个什么样积分值而已 那难道它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没有其他功能吗 所以我们想来看一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 先把它简化一下下 我们来介绍一个 叫Furial Cosine Transformation OK Furial Cosine Transformation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假设它是Fx Fx and Even Function 假设它是个Even Function 你告诉我 Fx要是Even Function 当然这个展开来是一定会OK的嘛 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这个系数啊 Fv我只是将x的变数换成v而已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假设它是Even Function 你后面乘上个什么积分 这积分又从负雄大积到正乌雄大 对不对 那么这边是一样是一个Even Function 乘上个Sign 然后积分从负雄大到正乌雄大 这代表什么意思 谁是零 这个会是零 偶安数乘上积安数 它变成什么 变成积安数 积安数呢在两边 特性刚好相反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积啊就变成零 就剩下它了 而且既然是偶安数 我干嘛从负雄雄大积到正乌雄大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零雞到无雄大 可以啊 我再乘以二就对 因为两边对称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很快的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呢 发现了A Omega呢 它可以造写 只不过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这个时候呢 F of X呢 我的本来是写成这两项积分嘛 那因为A已经等于 A是等于这样子 那B呢 B是等于什么 零啊 我这边多写一行好了 那么F of X就会等于什么 只有第一项而已 对不对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好现在呢 这样子一写完之后 你就发觉就是说 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说 我们F呢 本来是在 假设X叫做实际空间 它是个实际空间的函数 然后你后面乘上个cos之后呢 对这个实际空间积分 积分的意思 一积完之后 这个变数还会不会存在 比如说你有一个2X 我对它积分 随便啦 我积0到1好了 DX 积完之后变成什么 它是不是 X平方 0到1 算完之后 就是等于1嘛 1是个什么 是个定值 还是一个变数 定值啊 X呢 不见了 所以呢 当你这样一积分完之后呢 这整个函数 你看看 本来是说 F是V的函数 cos是两个的函数 一个Omega 一个V的函数 现在一积完之后 只剩下Omega的函数 对不对 那这样就代表 好像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transformation 你看 这个像不像我们当初在做 Laplace的transformation 一个T的函数 我把它转换到S的空间 对不对 那我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将V的函数 转换到Omega的空间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V叫实际空间 经过这个积分之后 我把它转换到Omega的空间 类似这样子嘛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看作 好像Laplace的这个 因为Laplace是我们目前 唯一有的概念嘛 对不对 我们只转换过去之后呢 变成 所有的V分方程 都变成代数方程啊 对不对 那 这个呢 就执行相反的策略 它把它在Omega上面的事情 经过这个积分之后 转换到X空间来 只不过这一看起来 发觉很麻烦的是 这个积分看起来都一样 那前面系数不一样 太烦了 你知道吗 重整一下吧 好 我们就重整一下 F of X 第一个 零到无穷大 对不对 然后 AOmega AOmega 我就把它写进来 这个是A嘛 对不对 乘上 Cosine Omega X DOmega 好 反正 这个是什么 在这个积分里面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系数而已 所以我可不可以 这样子做 我把这个先拿掉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 系数呢 π分之二 可不可以写成 根号π分之二 再乘上 根号π分之二 可以啊 对不对 反正只是玩一下而已嘛 所以我干脆就把它弄成为 弄在这边好了 好 弄在这边 根号π分之二 那这个是不是也要开根号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再把中瓜糊放在这边 OK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 定义为 F 转换到Omega空间的 F 我给它一个怪怪的符号 上面一个尖尖的头 但因为这个转换呢 只用Cosine 我这么写个C 好 假设这样子的话 会变成什么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或者是干脆一点 我不写V了 我暂时先写V 待会再改过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我先把定义是抄在这边 Fc Omega 就等于中间的这一个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把Fc 这个带入这个 那Fx是不是就变成 根号π分之二 跟积分0到Omega的 Fc 再乘上Cosine Omega x 对不对 我们上面 我们上面是为了要 避免让大家把这个 变数啊 弄得复杂 那已经分开来就比较好了 我现在把它变回去 我把它叫做 X 各位看看 这两个形式 积分的形式 是不是完全一样 根号 排分之二 根号排分之二 积分0到无穷大 0到无穷大 这里面摆的 就看后面 X它就Fx 假设是Omega 也就是说 这个F是什么F 就看空间 假设S空间的 就放S空间的F 假设是Omega空间的 就放Omega空间的F 后面都是一样 Cosine 因为我们用的是Cosine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出一样的式子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 我X可以透过 负力液Cosine积分 把它转换到Omega空间 这个呢 再把Omega呢 透过FUrier Cosine积分的形式 转回X空间 Right 我们就可以得得到 一个 这个叫FUrier Cosine Transform OK FUrier Cosine Transformation 很棒的一个 Equation OK 不要紧张 你们很快就会碰到了 你们进入没有碰到 两物也要碰到 全部通通都要转换过去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变得很好 OK 但你可以发觉 也就是说 常常呢 我们需要看的特性 在实际的空间里面 很难看得到 我们必须转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 OK 各位理论力学 这个学期有没有教到 Lagrange 上学期就教了 OK 那很棒 那现在没事干去做 Lagrange干嘛 是不是因为太闲了 实在是 大家有这么闲吗 当然不是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 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 牛顿力学是 阿玛阿狗什么解答 都可以把它解出来 这问题就是 我没有能力解 问题是 他要解呢 是所有的资讯 一次要解完 我要从这个资讯里面 抓到我要的资讯 这不是很辛苦吗 对不对 既然我想要找一摊 好吃的东西 我干嘛要先把高雄市 每一摊全部吃完 我才来决定 哪一摊好吃呢 对不对 你会不会这样做 请不吓你们中山 你们同学 请不吓你们中山附近 有什么好吃的 我不晓得 给我一年的时间调查 然后你就开始 每天到外面吃 全部都吃片了 然后告诉他 哪一摊比较好吃 然后邀请他下来 有人会这样做吗 不会嘛 你们会怎么做 看看有没有人闲来 没吃干就四处吃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往上 Postから告诉你 哪一个好吃的 对不对 那你就去看那些评论就好了嘛 你有没有实际去吃过 没有 所以评论呢 就是你可以避开这些程序 抓到你重要information的地方 所以你并不是实际上去煤炭吃 而是呢 从实际煤炭吃的这个动作呢 转换到坐在电脑面前呢 敲几个键 然后你的information 啪就跑出来了 Lagrange就在做这件事情啊 OK 就是因为牛顿力学太复杂了 最后你发生是可不可以裂 谁都可以裂啊 壁紫研究都可以裂 裂出来不会解而已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的information不是全面性的 你只是要你要的这个东西 你要找一招 可以立刻把它筛选出来的 就好了 有人告诉你 他现在没事干东做西做 就发觉Lagrange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给你很快速的 抓到你要的information Good enough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什么 上通电文下道地理都解了 没有 你的information抓到 那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在这边呢 在实际空间呢 看不出所有人出来 比如说我们最常做就是散射实验 我们说一个东西里面 它到底是什么结构 没什么样 对不对 近代物理一开始不是讲的吗 到底我们的原子的结构是什么 这个也不是近代物理 这个根本就高中化学嘛 对不对 原子的结构 我们只知道里面有直子 有中子 有电子 到底怎么样 是混成一起呢 打一打 全部混在一起呢 还是说原子核是在中间 电子在旁边 你怎么知道 最后谁解决掉这个问题 拉赛夫 对不对 拉赛夫他怎么做 他拿那机关枪 一直打 对不对 他用alpha particle 当作机关枪子弹 就这样射出去了 然后看他怎么弹 然后他就可以理解 这里面怎么样 他那么厉害 一个子弹打过去 看他怎么弹 他就知道 里面是怎么样 哇好棒啊 要是有哪一间教室 我不晓得里面是谁 丢一些个石头 对不对 看看石头怎么飞出来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常常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比如说X王 我们打下去 看看他打出来的 散射出来的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实际空间看到的晶体 看到的东西是整齐性排列 这是空间的排列 但是打出来的结果呢 却不是空间的 却是在一个导金格空间的 的一个结果 哇这叫死的 什么叫导金格 我哪知道 对不对 你必须要建构 这两个的桥梁嘛 对不对 你就找出一大堆理论 去思考 算到最后面结果 他告诉你 他只是个full real的状态而已 当然未必是这个形式 原来从我们实际空间看到 跟这个结果当中的联系呢 是物理的哦 是物理概念的哦 但是物理概念算完之后 发觉他只是个full real的转换 原来full real的转换 可以帮我们实际空间 转换到那边去看他 很棒 对不对 这就好像我们上次讲 语音辨认一样 我怎么知道你的生意 跟我的生意哪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跟你以前呢 早期我们物理系书人一样 他为了要去解决掉 这个中医到底是真是假 他就去量脉搏 量完脉搏之后呢 我们量完之后说 嗯 跳得很好 很快 很慢 对不对 他不满足 他量完之后 他告诉你 你的频率里面 是有几个频率组合而成的 那你要干嘛 full real啊 full real展开来 就把你的脉搏 转换到各个频率上面 不同的强度啊 对不对 最后他发觉 外单工很多人乱作一通 因为频率根本就不对 你就是要真的跟某一个频率 完全一样的时候 效果才大 不是动作对就对了 看嘛 同样的热舞大家都会跳 但Michael Jackson只有一个 对不对 很多人跳起来是很难看的 只是基于爱心给他鼓掌而已 好 所以我们发觉 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先把它学下 假设我们现在换成另外一个 odd function 假设这个odd function的时候 也就是FV是个odd function 乘上cos G函数乘上偶然数得到什么 G函数 所以这个积分呢 0 G函数乘G函数之后变成什么 变成偶然数啊 积分起来呢 不会变成0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A omega呢 变成0 B omega呢 变成不会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照样的 把它积一半 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一样画乎乱这样子写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F of X呢 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造写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也是同样的做法 将X空间的转换到Omega空间 再从Omega空间转回来 只不过这个转换的形式很麻烦 你看看 这看起来又是两个系数不一样 假设我能够凑成同样一个形式 我只要背一个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凑 可不可以 同样的方法可以凑 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另外一个 F 现在是Sine Transform 因为它是个积汉数 Omega 它会等于根号 π分之二 零到无穷大 F X F X Sine Omega X DX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把它转换回来 就是了 所以我们有两个 用Cosine叫Furial Cosine Transform 用Sine的叫做Furial Cosine Transform 就解决了 这很简单吧 对不对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 你记不记得 我们用La Plus 在Transform的时候 我们就会写个La Plus 来代表我们Transform了 这个动作 我Furial可不可以 也给它一个符号 La Plus是大L 我们就选择 巢鞋的大L 对不对 Furial我可不可以选择 巢鞋的大F 也可以啊 所以我高兴 对不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我把这个 一个F X空间 然后我对它做什么 Furial 这个是F是不是 OK Sine Furial 我可以是Cosine 或者是Sine 然后我就把它转换到 这个就相当于 我们转换完之后的Cosine 相当于转换完之后的Sine 是不是 我就可以这样子写 那也可以反向啊 对不对 也可以反向 就解决了 那其他我们熟知的 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说呢 我将一个Furial 到底Sine还是Cosine 我先不写 我里面有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乘上A 加一个函数乘上G 那事实上它可以等于 Furial 对F的转换 再加上B乘上Furial 对G的转换 等等的这些 其实这些特性 只是积分的特性而已 积分有的线性的 这个 这个Linearity的这些特性 通通都可以用 OK 好 假设呢 它有这个特性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以前 老婆大师学的那些 通通要把它 再做一次啊 对不对 我们老婆大师就是学的时候 一开始对一个Function 怎么样 它的转换 紧接着呢 我们就会学这个Function 假设有一段 位移的转换 对不对 紧接着会学这个Function 微分的转换 这个Function 积分的转换 对不对 我们一步一步学过来 OK 不过我们Function 我们不教这么多 需要的话 你们自己一样化 胡罗下去推导它 我们只讲 一样的东西 就是 怎么微分就好了 OK 然后我们就做 几题习题 今天啊 就可以将 这个Function 结结束 把它结束掉 OK 微分 OK Cosine 跟Sine的 转换的 微分 OK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定义 Fx 我们现在只限制 我们要限制它 它是一个什么 Continuous 连续的 And Absolutely 它在X轴上面呢 绝对是可以积分的 的这个函数 而且呢 它是要什么 Peacewise Continuous On each finite Interval 它在 它Peacewise Continuous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 它在我们 感兴趣 这个空间里面呢 一定要是 Peacewise Continuous 再来一个 很重要的是 Fx 趋近于0 不是 X 趋近于5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 当你在X轴上面呢 画的时候 当你趋近到无穷大 正负无穷大的时候呢 F可以收敛下去 它可以变小 变到0 OK 这样子你积分 才不会有个 无穷大的面积 OK 假设可以是这样子 那么 我们就可以 假设你把它 微完分之后 对它做个 Laplace转换 抱歉 不是Laplace转换 Furious转换 所以呢 我们要写 Furial 假设是Cosine 或者 你对它做Sine 的转换 它告诉你 它可以等于这样 第一个 可以等于 Omega Sine的转换 我本来呢 这个的微完 微分之后 来做Furious Cosine 记住这边是Cosine 它会等于什么 没有微分之前 对它做Furious Cosine 转换 只有乘上Omega 在减掉 没有微分之前 在X等于0的 这一点的数值 乘上 更好 排分之二 微完分之后 对它做Furious Cosine 转换 它就可以等于 负的Omega 乘上 没有微分之前的 Cosine 转换 所以请记住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将这个 特别的标注一下 很像了 对不对 非常像 OK 好来 我们来证明一下 就好了 这两三下 就解决掉 好来 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证明 好 对它做Furious Cosine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就来做 Furious Cosine 是什么 在 这 对不对 我们要将 我们F 放在这边 然后后面乘上Cosine 积分 再乘上 更好 排分之二 这是第一 我们要把它转换过去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 部分分式的方式了 OK 左边呢 我用微分下来 我选择的是 这个放在这边 这个放在这边 那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一积分 微分 一积分就变成没有微分 对不对 好 基本上的 这个一微分之后呢 会变成为 Omega 负 Sine Omega X 然后 我们呢 正 负 那我们这个呢 很快了 Cosine Omega X 乘上 F 我把它写在前面 好了 还有更好 排分之二 这是第一个嘛 对不对 再减掉下面 这两个相乘的积分 负负得正 那Omega 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就是 类似这个Sine 这个Sine积分 Transform 只是少了一个常数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前面 乘上个 补偿一个常数就好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 无穷大一带进来 Cosine 反正只能在 正负一里面 增大 Fx 在无穷大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要求Fx 在无穷大的时候 它要怎么样 它变成零了 所以无穷大带进来 就是零了 没了 对不对 零带进来 Cosine的零永远等于零 永远等于一 那另外就是F 要在零的位置 所以它是不是等于负的 这个 后面这个呢 稍微整理一下 假设这个 用FullerSine Transform 来代替 它会要多一个 根号2 根号2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我就要除掉 一个根号 Pi分之2 然后后面就是 FullerSine Transform F的 所以整理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 Omega FullerSine Transform 减掉 根号 Pi分之2 F在零 这边的数字 不就是它了吗 那另外一个证明 你们可以自己证一下吗 自己练习一下 OK 好 那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问 假设我现在 F呢 有两个 有两个 我一分 然后我要对它做 Fuller Cosine 的Transform 它会等于什么 一样化 Hulu 迭代下去 就对 它会得到 F Omega 平方 F呢 Fuller Cosine 减掉 根号 Pi分之2 一次放微分之后 让X等于0 带来这边 或者是 你对它做两次 微分之后 对它做FullerSine Transform 那它会等于什么 F的Omega 平方 FullerSine F 再加上 根号 Pi分之2 的Omega F 0 OK 大概是这样子吧 有没有错 你们回家自己退导 退导看看 OK 所以这个很简单 请计算 Exponential FullerCosine 假设它有很specific的说 FullerCosine 或FullerSine 你就按照这样算下去 就是 OK 那这个就很简单吧 FullerCosine是什么 在这边嘛 这个就FullerCosine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的只是 把Exponential FullerX 放在这边 后面乘上个Cosine OmegaX 然后呢 从0到无穷大 对 它积分 前面乘上一个 Pi分之2 开根号 这样就好了 那这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算就好了 对不对 直接部分 部分积分嘛 是啊 反正我 你只是 由谁来讲而已 这是 Laplace的Cosine 但这是 FullerCosine的 这个 OK 看你怎么讲 反正我们这边 只是给你看看 它的名词而已 OK 它很快速 OK 经过部分分 分试呢 不是 部分积分之后呢 可以得到这样子 假设这个呢 你不会 这个积分 你不会 请你回去看 上一次的笔记 或者呢 就上 这个 开放课程网 自己去看 那个微积分的部分 那两三下呢 就可以算出来了 不过跟Laplace 有个不一样 是前面系数不一样 OK Laplace 没有前面系数 我们这个有 OK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Explanetial Full X 转换到 Omega空间 它就变成这个 OK 好 那么假设我们来 Transform这个 Explanetial Full的AX 会等于什么 一样啊 对不对 一样啊 我们可以一路的 做下去 OK 一路的做下去 那很快的呢 就可以得到 它的解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OK 还要再减掉 一个积分的 OK 就开始这个样 总而言之 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下 OK 熟悉一下 那这样子 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好 说到这边的 好像啊 我们也将 Full X 这个积分啊 差不多已经 讲了一下了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是 Cosine的 这个是Sine的 或者是 既非Cosine 也非Sine 那就完整了 那个 那我们上次 在讲Full X Series 展开来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都讲 Cosine跟Sine 最后面我们发觉 一件事情 假如说 你可以把它转换到 负数的空间里面去 它Cosine跟Sine 整个就整合了 变成Exponential 你本来是一个 常数项 加上两个Sumption 一个Cosine的Sumption 一个Sine的Sumption 转换到负变空间之后呢 它就变成 只有一个Sumption 它从负的 Sumption到正 形式更加简单嘛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 也同样的来做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OK 那我们呢 就必须将 最原始的这个呢 也就是说 你既不是 Furial Cosine 转换 也不是Furial Sine 转换 而是最Channel的 Furial Integral OK 那那个时候 我们要这么写 那我们再把它转换到 负数的这个空间上面来看 好 我们把它操一下 好不好 Furial Transformation Furial Transformation OK 这是原来的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做 好不好 看看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 把这个带进来 把这个也带进来 OK 原封不动了 放在那边 那原封不动 放在那边的话 是不是代表 我们这个可以写成 零到无穷大 我先把它直接 加进来就好 好不好 π一分之一 负无穷大 到正乌穷大 这个是A 后面再乘上 Omega 再乘上一个sine 我们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G什么 里面这个G分是对谁G 对VG 外面这个G分呢 对Omega 两个是independent的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能不能将 这个G分啊 反正常数把它拉到前面来 那这个G分 整个提到G分外面来 那里面就变成 第一个是它乘上后面 大家都有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写成F1 乘上 这边有两项相乘 再加上 sinOmega V sinOmega X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是不是 这个蛮简单的 只是重组一下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再看 这个可以等于什么 这个是不是可以等于 cos Omega V 减掉Omega X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 简化起来了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 它稍微弄一下 我们 这边 给它个挂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只是先寄V而已 这个在 这个在寄V里面的时候呢 一寄完就没有V了 剩下的是一个cos的函数 剩下的是一个cos的函数 或者是 我看看 我看看 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这个击完之后 它会剩下什么 剩下击函数还是偶函数 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 对 因为 depend从这个Omega 因为 寄完之后 只剩下Omega的函数 对不对 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是等于什么样一个东西 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来思考 假设它击完之后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偶函数呢 先假设它是偶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个expand到负了无穷大 假设把这个expand到负了无穷大 那假设这里面又只是个偶函数 那么负用无穷大 那就相当于你会加倍而已 对不对 你再把它除以2就是了 假设是记忆函数 那就变成0 那就变得比较麻烦了 OK 我们先假设它就是偶函数 OK 那么 这个时候我可以更进一步 把这个积分呢 从 这个呢 变成为负的无穷大 那这就相当两倍了 我就要除 再把它除掉 那后面呢 我就造写 对不对 假如说 假如说 我们刚刚说设定这个是偶函数 中间的这个是偶函数 那么 这个呢 我把它写成sine的话 该写成sine 就会是函函数 因为这两个特性是相反的 对不对 假设是函函数的 那跟大家讲 就是说 这整个的变成一个函函数的话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在做同样的操作 很简单 它一定等给你 因为这是函函数 函函数 我对它做全面的积分 一定是两边消掉 所以得到零 所以这个是ok的嘛 那这个是什么 假设从来没延续过 这个是f of x 对不对 我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那我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好像空间不太够了 没关系 我们在这边 小本经营 一再加上i乘上第二个式子 反正呢 一就是f of x 二呢永远等于零 这弄完之后也是f of x 对不对 因为二是零嘛 零成 关系乘上任何东西都是零 所以零加上任何东西 就是那个自己的东西 ok 所以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是不是等于f of x 会等于这个 加上这个乘上i 对不对 那是不是 代表我里面有个cos 再加上i sin θ ok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什么 记不记得u的equation 我把u的equation写在这边 exponential i θ 会等于cos θ 再加上i sin θ 所以我们这边呢 现在因为cos的这个东西 再加上i sin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变成 exponential i 所以三根cos就不见了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 二排分之一放在这边 两个的 这个积分放在这边 fv放在这边 里面可以写 exponential i nv Omega v Omega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Omega v 减掉Omega x dv dx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我更进一步的 分配一下 你看看哦 现在的我先这样子写 负穷大 正无穷大 然后这个是 负穷大 正无穷大 第一个是fv 这两个我把它拆开来 exponential i Omega v dv exponential 负i Omega x dx 我写在后面 我要做的是 把这二排分之一呢 两个相乘的 当然就变成之后 开根号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把它刮乎 决定一下范围 假设我把这个定义为 f Omega 那么我整个式子呢 就可以简化成这样 这边我就不用v了 我把它恢复成x 我就得到一个完整的什么 负利液的什么样 的一个转换 负利液积分的转换 我将f 在x空间的fx 透过这个转换 把它转换到Omega空间 然后Omega空间 再透过这个 转换回原来x空间 形式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正负号不一样 exponential上面 正负号不一样 正的 是从10空间 转到Omega空间 那负的 就把它转回来 OK 这样子就好了 OK 什么样的函数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刚所有的推导 都在我们前面的定理下面 第一个 fx 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而且在x上面 绝对通通都可击 你不要在x轴上面 有个地方是发散的 不行 比如说x减一分之一 not not about x减一在分母 是不是x等于1的时候 会零分之一 发散 那这个就不能接受了 那个就要靠负变了 知道吗 那第二个呢 只要有这两个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到这边来 或者再把它转换回来 用两种方式都可以 对啊 假设它是out function 那下面 是不是就变一分放 啊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感觉上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一下 不过 这个我们来思考一下 看看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大家回家思考一下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呢 课本里面对这个有所琢磨 OK 这个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把它挖出来看看 好 我还是希望大家这样 你学我的课程了 你一定要回家 不能只看我的笔记 你要看课本 OK 看完课本了 因为笔记有个特点 就是说 你抄完 你听完 你看得懂 明年已经忘掉上面写什么东西 后年忘了更多 但是课本你忘掉没关系 你还可以翻前面的描述 从头看起 它不会不见 OK 会跟着你的一辈子的 suppose是你的课本 或者是你自己的笔记 而不是我的笔记 这是我的笔记 好 你要做你自己的笔记 OK 好 请大家呢 回家看一看 这个地方的 好 Homework Section啊 11.9 其中有三个部分 要你们自己看 第一个 Convolution Theory 第二个 Discrete Furial Transform 对你们注教确实很累 Fast Furial Transform 你们自己看之外 要交报告 交什么报告呢 对Convolution呢 所有的东西 你要告诉我一件事情 第一个 用简洁的方式 意识呢 不能用操的 也不能操别人 说明 Convolution 是重要性 为什么它重要 你看完你就知道它怎么算 那我干嘛学这个东西啊 鲜爱面词感 Why 为什么它重要 请你们回答一下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有关于这几个 这个是DFT 这个是FFT 回去仔细看一下 你们实验物理学的试破器 试破器上面呢 比较新的 Digital的试破器 你们有几台比较新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突然间病这么安静 冷气关掉了 我省电还超前十分钟了 OK 那个试破器里头呢 因为我后来我要求就是说 既然要玩就要玩真的 不能再买那个 将就将就型的 所以我们就买比较好的试破器 我们就花了一大笔钱 应用电子学 你们去看所有的试破器全新的 对不对 OK 而且都是非常好的 的试破器 当然还没有贵到很贵 那这里面都有个很重要的方形 叫FFT 或DFT 请你回去呢 玩一玩这两个按钮 在干嘛 按下去 不用跑 因为它不会爆炸 OK 按下去 看看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好 请你告诉我 我要你用 你可以加equestion 或者你不想加 e the way 我要看到中文字 OK 你要用英文写也可以 我很欢迎 但请你先不要用台语写 OK 所以用中文写的时候 文法一定是中文文法 OK 用英文写 尽量用英文文法 OK 不能要求太多 请说明 这两者 DFT FFT 请说明应该是这样子 何为DFT 跟FFT 你必须告诉我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用口头讲得出来 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 再加一两个equation 我相信 比你整个把它算完 要重要很多 因为你抓到它的概念 A B 如何进行 什么叫做如何进行 你们好好讨论一下 我希望你们去deck一下 这个试试器 OK OK